永不妥协 科学家,我之前学到的都是把电晶体装在一个平面的晶片上 如果把晶片做成立体的 中间不就能塞入更多的电晶体了吗? 其实科学家们有发展出类似的方法哦 不过不是把电晶体塞入一个立体结构 而是将晶片一层层地堆叠起来 我们把不同功能的晶片 比喻成不同口味的蛋糕好了 以往要让电子产品具备多功能 只能用平面结合的方式 把负责运算的晶片 负责记忆的晶片 负责收集太阳能的晶片 通通放在一个平面上 这就像是将不同口味的蛋糕平面组合在一起 所需要的面积非常大 所以科学家们便想到 可以用堆叠的方式 将这些不同功能的晶片 像千层蛋糕一样堆叠起来 变成一个独立的多功能晶片 我们称这样的技术 叫做3DIC技术 传统机体塞入设计方式它是平面的 所以训绕从A点到V点 走平面路径是非常远的 那3DIC的概念是垂直式的 那像在A点V点之间带坐电梯 那你从A点坐到电梯出来 就直接到V点 所以传说的距离非常的近 所需要的功耗降低非常的多 最早组合平面晶片的方式 就像将百货公司所有柜位都集中在同一层楼 那势必会占取很庞大的面积 点跟点间的距离也会变远 光是从一个点走到另一个点 就得花上不少时间 3DIC就像是把不同类型的专柜分成不同的楼层 并且在两个楼层间加上电梯做连接一样 在两层晶片之间加上垂直的金属导线做连接 这样子传说距离真的缩短很多耶 是啊 而目前业界主要制作3DIC的技术 叫做细穿孔3DIC技术 将一片片做好的晶圆打动 再利用金属导线串起来 不过沈博士的团队发现 利用这样的方式堆叠晶片 3DIC不但会变得很厚 在讯号的传输上也有其他的问题 细穿孔3DIC有另外一个隐忧 就是他们的讯号传输 全部要靠细穿孔通道来处理 非常多的元件要挤到那个小小的通道上传输 所以是非常拥挤 IC晶片是由结晶系 绝缘层及金属导线所构成 为了能再精神更多的空间 沈博士的团队想到 若能直接在第一层IC的绝缘层上 制作第二层IC 并以专属的导线连接上下层 便可以把两层IC间的距离 再缩得更短了 而且还能增加讯号传输的效率 于是便提出了基层型3DIC的概念 基层型3DIC最大的优势就是 它是个单晶片式的多功能IC 那它可以在一个很小的面积上面 就做出非常多功能的晶片的整额 那这个在未来人们的需求上 尤其在穿戴式装置 在物流联网晶片上的话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 基层型3DIC 不管是在空间 传输速度 和减少能量耗损上 都有很大的进步 基层型3DIC 其实还是一个非常前瞻的技术 那目前全世界 大概只有两个团队 有办法实现这样的概念 那一个在法国 一个就是我们台湾这个团队这样子